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买不起屋子 也租不起房间 这是主要因素 两年的瘟疫 跟恶化的这两种困境 记者有其物 固然是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 虽然人金收入远远低过现代化的社会 但在没有战争 饥荒的年头 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的人口比例 就不是这么高吧 街民人口技术上升 人数比例如此之高 恐怕也是工业革命以后 城市化才一路高哥们进的吧 刚刚在视频上看到一位企业家发迹的故事 他年轻时 家境贫穷 那是五六十年代 常见的 一家大口 一张床 他现在也是 在电路楼上租房 共有五个家庭 到了八十年代 马来西亚情况虽有改善 但人金收入还是不高 从大城市到小镇的房屋发展计划也不多 一般人还是一物难求 买不起牌物的人 多么希望申请到廉价物 而要申请廉价物 谈何容易 那也是齐祸可击 非土著常常要通过政党政客的关系 这是我们走过的路 一回首还如作热 对年轻人而言 有如天保年间那么遥远了 现在许多年轻人买物 不只是物价一百几十万 还要一至几十万装修才能住啊 屋子大 屋子小 堂皇富丽如皇宫 或是因漏就检的新春版物 屋子最重要的是 有时间又有限制 整理的窗面已尽 如宋人鸿麦所讲的 高堂树壁 无疏俭之劳 明疮尽以坐卧之安 一想到百经义就很开心啊 他到京城拜见诗人顾旷 顾见他是个矛头小子 就说 长安米贵 积不亦也 借开帖子读到他的诗记 离离岩上草 一碎一股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阿立刻开口说 有记如此 积天下意义 虽然因为宰相身边的人啊 大使人顾旷的己见 生民大政啊 白经义在长安谋的官智 也还是积不义啊 他的官智不高 但朝廷刚刚调整的薪酬 月入一万六千钱 而之前礼白当汉林供奉 官位较高 却只有两千钱而已 官家美贡白经艺术社 他只好在偏僻郊妻 租下前宰相 府邸的一个亭子 不是一间房 虽然他的官艺美好有颜真很通 他在官场也混得不错 可是却要等到五十岁才买下第一间豪宅 也才可以三年闲老就换一批歌技 白经义有诗银 油换金兜二十寸 瓶中无处可安瓶 至于现在许多人吹息啊 宋朝占当时世界GDP的八十八仙 富得流油 宋朝的官员收入也非常丰厚 但想买间物资啊 也非常难 在京城啊 更是南上加南啊 普通人如麦吹饼的五大郎啊 大概夜路是一贯 超书 也就是日写得非常好 算是专业人士了 夜路三贯 苏东坡的爸爸考试总是北楼啊 后来在欧阳修的几件下 当了一个小官 夜路七贯 他一上任啊 竟然在京城开封买了一间 八千贯的豪宅 钱呢 没有银行可以贷款 像他二哥借的 住了几年 他老人家就这时候不管人间事了 乘风归气 再离物子孙 由苏东坡和弟弟天长地久 公务作房奴了 仁宗皇帝读到苏家兄弟的政策 向太后说自己为子孙 预备了两个宰相人才 兄弟俩的官都比老爸大 苏东坡当汉人协士 属宰相亦被人才 但老师一当前者唱反调 就老是被贬 倒是弟弟姓克较为内联成座 最高官机副宰相 千年来粉丝数以万计的书学士 收入最高时是在密州当官 年入两千贯 他仍没买物资 因为还债 养一大家子亲戚 还开复利宴 施药祭品 老爸那间族物后来卖的 他也到了五十岁 才买了自己的物质安顿老小 是向他弟弟借了七千罐 上帝恩典 挣钱没本事 没生在人口稠密 寸土测经的香港 台湾 小小一个单位 加个田文 生在地不小 人不多的马来西亚 只要一般收入 一事无忧 不必才华出众 不必等到五十岁 就拥有单层或双层百物了 提摩泰前书说 有义有识 就当资助 还有 几千年来 许多人梦寐以求 而不得 钻墙瓦顶 逼腹 人遮风挡椅的牌物 真要感谢上帝恩典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平安 喜乐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影像事工 希望你能按赞 转发 还有点击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上帝师父您 祝您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